感谢战舰世界对本节目提供的火力支援 在古人的梦魇里划破苍穹的奇力轨迹 往往预示着涂炭圣灵的天谴之法 而此后人类打造出的高科技杀戏 则将曾经的梦魇化为了现实 从古老简陋的投射器到精密复杂的洲际导弹 人类对弹道的研究与利用 贯穿了文明与战争的始末 本期军武咱就带大家探究一半 实声过去的其中奥秘 在篮球场上运动员们精准的投篮 总能对我们大呼过瘾 当运动员将球抛出后 难求在空中划过的轨迹 就是一场影响情况下的弹道 早在古代战争中 人类就已经开始利用弹道原理提高战斗力 多人一同拉下杠杆的一边 将另一边的实弹抛出 弹药在空中的轨迹划出一道几乎完美的炮物线 实现对敌人的远程打击 在火炮发明之前 炮石机是一种重要的重型远程武器 它在漫长的岁月中发展出种种改型 炮射的弹药也越来越劳动大开 但形成弹道的基本原理却始终不变 而古代战场上 对弹道理论利用更广泛的武器是弓箭 射手拉弓射箭 把能量转化为弓弦和弓架的弹性试能 然后放手的瞬间 又将弓弦的弹性试能传给了箭 所以箭具有的能量很大 出气的速度很快 但箭在空中飞翔的轨迹 并不是一个理想的炮物线 而是最终变成从天而降的掌法 这是因为空气对箭的阻力 会在水平方向上削弱箭的速度 只要制空时间足够长 箭的水平速度完全可以减到零 随后就只能在重力的作用下从天而降了 随着科技的发展 给予弹药出使能量的手段 在不断更新 从人力进化到火药 弹王的速度越来越快 射程越来越远 同时人类开始有意识地利用从天而降的掌法 来打击各种掩体之后的敌人 日俄战争中 日军就使用280毫米重炮 隔着高山屏障 干掉了多艘归宿于港内的俄国军舰 随后这里射脚大 但到高的火炮 又被广泛应用于对敌人的嵌豪轰击 直至二战中 依然有向德军的卡尔旧炮 应用于要塞城市的攻击 能隔空打雾的不只是陆地上的巨炮 为什么不干脆给弹头架上推进装置呢 前任玩具的基础上 拉脆德国的V1V2导弹 被相继开发出来 V1属于主要靠发动机推动 翅膀飞行的巡航导弹 而V2才属于我们今天的主角 弹道导弹 其飞行全程中 发动机只工作一分钟 其余时间只依来惯性自由飞行 所以早期弹道导弹 进度坑爹 打达伦敦大小的目标还可以 想完成更精细的打击 就只能靠人体了 早在之前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 被英层使用射程113公里的 超远程火炮 冲击巴黎 巴黎大炮有此得名 但诡异的是 每次轰出的炮弹 总是向右偏离目标 巴黎冷个打 便宜点便宜点嘛 向右偏的现象 由于一个19世纪的 推压直律的命 地转偏向你 来看这个北二相波拍别的北半球 从极点打出的导弹 除了自身的速度以外 还有一个相对于地表的自转线速度 这个相对速度 随着纬度的降低还在增大 导弹就向右偏了 如果由赤道发射 发射时导弹就具有地球自转的最大线速度 越向高纬度地区 地表线速度越小 导弹依然向右偏 而如果到了蓝半球 则都向左偏 在自然界 气流水流 都会受到这个力的作用 形成漩涡和台风 日常生活中的简单道具 也能帮我们直观放大 地转偏向力的作用 到了弹道计算层面 地转偏向力的存在 会使发射时的提前量计算 更加复杂 弹道导弹的研究 对航天事业也做出了巨大贡献 因为弹道导弹和航天运载火箭 在飞行原理基本组成 设计制造以及试验方法上都基本下头 如果火箭打一个飞行上天 飞行变回落到敌人头上 那么火箭就成为了事实上的杀人导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单导导弹的致命弱点在于其沿特定单导飞行 一旦被发现就全程暴露 因此为了降低敌人的预警时间增大突防率 单导导弹的部署位置应该离敌人越近越好 1962年8月时至冷战高峰 美军的U2挣扎机 借此在5-8挣扎的导弹发射装置 10月又挣扎到单导导弹 射程覆盖了美国所有大城市 预警时间只有5分钟 肯尼迪随即想要封锁古巴 为苏联国围绕古巴问题 紧张对着剑拔弩张 那次人类闲些造成灭灵之灾 其后战略导弹核先顶的出现 使弹道导弹的发射更加灵活和隐蔽 苏联也不需要往古巴部署导弹 就能和梅蒂在发射距离上保持军事了 对弹道导弹研究的终极客厅 是对弹道导弹的防御 即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相比用弹道导弹打地面固定目标 拿导弹打运动中的导弹 起实现的技术难度成集合倍数激增 一旦掌握并成熟应用这种技术 整个国家便拥有了一把核保护伞 涉及到生死逆的国际谈判中 也就多了一面坚实的后盾 能战时期的两个超级大国 美国和苏联都曾搞过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但无论这种东西需要的科技点数太多 苏联科技无力最终只有美帝小有所成 现在俄罗斯也研究出了一种 带末端激动的洲际弹道导弹 专门用来突破美国的弹道导弹防御系统 然而这其实已经是后手之牌了 因为美国同等级的导弹打过来 你基本是处于不射防状态的 而美国却又能力拦截一部分 底射过去的导弹高下利剑 所以每当美国对自己的导弹防御系统升级时 俄罗斯的紧张态度就不难理解了 千百年来对弹道学研究与应用的历史 反映了人类理性与智慧的光芒 却也透露出憎恨与杀戮的疯狂 现代核子导弹 用它的死身轨迹维持着世界的秩序 却人无法阻止 好斗种族在局部热点的地区 对弹道学的进一步实践 人们对和平与繁荣的渴求 能否最终战胜贪欲和分歧 让我们事务以待吧 接下来是全球弹道导弹战力排行榜 烈火5是印度烈火系列导弹的最新款 与吕飞吕外的烈火2、烈火3导弹相比 烈火5导弹的掩刺试射均告成功 即将在2017年装备部队 5000千米的射程虽然并不远 作为地区性大国还算够用 也让印度在印8导弹军部竞赛上略胜一筹 攻击了你一颗星 威慑了你一颗星 世界影响两颗星 明明3弹道导弹是一种陆基导弹 由波音公司研发制造 隐属于美国全球打击司令部 2005年美国和平守护者导弹推移后 明明3就成了美国唯一的现役陆基洲际导弹 脑际福利为美帝威慑世界40余载 攻击能力两颗星 威慑能力三颗星 世界影响四颗星 白羊M弹道导弹服役时间较晚 即莫丹机动 多弹头分导弹 针对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先进技术于一身 具有很强的突防能力 可机动发射的设计 也增加了导弹的隐蔽性 可以说白羊M导弹 为现在俄罗斯的核威慑能力 撑起了一片天 攻击能力三颗星 威慑能力三颗星 世界影响四颗星 三叉戟2导弹 由美国洛克希德公司研发制造 是一种专精潜射的弹道导弹 三叉戟1已经全部推移 三叉戟2就成了美国海军唯一的战略核威慑力量 除了美国俄亥俄级潜艇之外 英国皇家海军的前卫级潜艇也装备了这种战略武器 攻击能力四颗星 威慑能力四颗星 世界影响三颗星 上升级60年代 冥冥导弹的部署与改进 让美国在核武竞赛中战斗现机 战略众组不甘落后 开发了这团属性变态的陆基核导弹 8.8吨的投射重量 让它成了携带核武器当量最大的弹道导弹 可谓名副其实的魔鬼撒弹 攻击能力五颗星 威慑能力四颗星 世界影响三颗星 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一款 以机甲对战为题材的3D手机游戏 星河战神 和目前市面上的飞行射击游戏相比 这款游戏的特色 首先来自于其华丽的攻击方式 包括传承经典的浮游鸟机 菲尼克斯战机中的冷兵器 雷电系列出现的磁力吸附武器 等等神奇的攻击方式 花样百出 连反派BOSS的弹幕也根据其不同的性格特征 设计了独特的弹幕效果 这款游戏在机甲角色的设计上还加入了RPG元素 不管是主角机体还是反派BOSS 都有着优秀的美术设计 台词配音 还有特殊技能 此外 风火雷等属性相克的设计 以及玩家实时对战的PK玩法 使得这个看似小小的飞行设计手游 实际用着复杂的玩法系统 麻雀碎小 武装俱全 总之 如果有喜欢这类科幻机甲风格的小伙伴 不妨在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搜索新核战产下载进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